蹲著 蹲著 蹲下 超商內被警方包圍 蘇姓男子還不想救犯 不斷掙扎 不要撤不要撤不要撤 袁警拿著盾牌電擊槍圍成一個圈 其中兩人近身壓制 將他制服 給他倒 這名蘇姓男子疑似是手持雙刀 闖進超商內胡亂揮舞 隨手破壞了電腦玻璃櫥窗 電源民眾被嚇得奪門而出 在遲刀闖超商前 蘇姓男子已經鬧了好幾出 他在中午先是隨機 在路上出腳踹車 害得騎士差點摔倒 之後再衝進民宅搶菜刀跟手機 奪走雙菜刀後 他又開始無端攻擊車輛 狂砸玻璃 可能是鬧了一天餓了 他來到超商搗亂 嚇跑電源後 大蠟蠟開始進食 更佔據櫃台打瞌睡 等所有人都被嚇出一身冷汗 今天陳時尾 警察彰化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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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